原来神奇也有大方和小气之分 有的神对传承者好到离谱 魂环神奇随便送 有的是却坑到家 不仅不送装备 还刻意把传承者丑化 斗罗中魂师一旦突破感及成神 就不能再留在人间 而是要前往神界 然后神奇的寿命悠久 除非是遇到特殊情况 不然一般都不会死 如此漫长的岁月 导致神奇们也是相当的无聊 想着赶快找到继承者 把禁锢他们的神位退去 这些神奇中 要数海神最大方 对传承者最好 不仅在海神九考中 对唐三各种放手 各种送魂环 并且屡次就场 生怕唐三中途陨落 后面更是在唐三还没有成神 就直接把超神器海神三 差几传授给他 简直不要太好 第二最有私心的神奇 要说最有私心的神奇 非天使之神莫属 别的神奇传承 只要符合条件 都是有概率继承的 但天使神威却要求继承者 拥有六亿天使武魂 这不是妥妥的 为千世一族量身定做吗 第三最随缘的神奇 这个非修罗神莫属 但凡通过杀戮之地 地狱路考核 获得杀神领域的 都是修罗神位的 潜在继承者 比比东 唐浩 胡列纳 唐晨 唐三等都是 修罗神的观察对象 修罗神本着一切随缘 让他们自己发育 就算考核到唐晨 那个地步被罗刹神干扰之时 修罗神也是无动于衷 不过唐三实在太过优秀 错过这个传承者以后 还不知道要等多久 因此修罗神才不惜上演 和海神争抢唐三的戏码 第四最坑的神奇 这个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没错 就是罗刹神 作为传承者的比比东 在传承过程中 不仅没有得到罗刹神一点帮助 还有要刻意压制 自己早早到达99级的实力 导致憋虚地被唐三追着打 并且因为传承罗刹神位 导致原本貌美如花的 比比东变得邪恶丑陋 简直不要太坑 对此老铁们你怎么看